荣耀武师啊 荣耀武师 咱们来看一下这荣耀武师到底咋样 首先就是这个颜色 这颜色感觉bling bling的 感觉很适合女孩子气质 对没错 这个bling bling的颜色很牛逼 然后咱们来随便来随便看一下 好 咱们来随便看一下 咱们先把它给退出来 那咱们肯定要先滑动一下屏幕 来看一下这个刷新率怎么样 嗯 非常实话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拍照究竟如何 看下这一项素还行吧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线基本手机都是10倍变焦 还行 咱们随便再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一次它这回芯片用到一个775 而且还用一个66小三重 而且这回主打是一个多镜的vlog 一个录像啊 咱们随便看一下啊 这个其实我是后期配音上去的 嗯 它这一个屏幕 而且还是一个超级曲面的75度曲面屏 然后咱们来随便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50它是一台50pro啊 也是这样 后人是比较轻松的 在后期 后期 后人喜欢的好 bling bling bling的 把这个做法 是 你喜欢的 大概是我呢 大概是我呢 大概是bling bling bling啊 如果是256的多少起 差别不大呀 然后咱们随便再来看一下别的啊 咱们现在开一个高像素模式 这么来随便看一下这一像素的这个威力 感觉这处理有点慢 虽然细节是有了 但是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感觉很不得劲的样子 还不错吧 嗯 嗯 感觉这两台还行 诶 这三台手机都有什么不同 这三台 没什么不同啊 这50啊 这pro啊 有什么不同吗 不是 感觉都看起来都很像一模一样的记者 对啊 就是如果说50pro的是这样的 这样子的那个摄像头啊 那50是这样的摄像头啊 嗯 摄像头 那S1呢 S1它屏幕那些配置就不一样了 嗯 我看啊 你去看一下 诶 那S1这个直屏感觉还行吧 你这个是天气九百的新片 任务六的新片是一样的 哦 那那这三台都支持高刷吗 什么 高高高刷新率 都是一个二十个课 嗯 还行 总结一下龙药钢50这个系列的这三款手机我感觉都不错 都铺满啊 都铺满啊全部各个价位的人群 至少总比V40那两台机皇好 放不少 虽然说它这次主打功能是那个拍照 但是其实我看一看 其实其实感觉处理器拉了一点 不过嘛 我还是听说啊 龙药50这三台机子 在线下线上预定的都是非常的火爆 说明人们对这次的龙药50这三台机子还是挺看好的 希望龙药以后能继续走这种路线 虽然你才刚刚脱离华为 刚刚开始自己的独立的道路 但是加油 但是只要依此兼职 终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 我是骆成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